表揚模範父親 邱縣長特別邀請漫畫大師 劉欣欽操刀 以相去同趣十足的漫畫獎牌 要頒給老苦功高的爸爸 漫畫獎牌上 老牛背著可愛的小男孩 比喻父親願為孩子做牛做馬 無怨無悔 後頭還有房子象徵 要扛起一家的重責大任 劉欣欽在上面提上 為著子女甘做牛 任去任始無怨由 名稱歷就騰達後 勿忘辛苦一老牛 提醒子女不要忘記父親的辛勞 特別以牛來代表 家庭一家自己的幸福 也是他心甘情願的 縣府準備漫畫獎牌 培養爸爸的辛勞 也推廣幸福家庭日 全國幸福家庭日 在立法院先舉行 縣市連署啟動儀式 定在每年8月的第二個星期日 而新竹縣是全國 第一個加入連署的縣市 邱縣長親自簽署 宣讀幸福家庭宣言 因著 彼此的愛與承諾 我們成為一家人 因著彼此陪伴與關懷 代代充滿著希望 希望在復興節 來恢復復興角色 與職責真美 呼籲每個爸爸 除了忙著打拼賺錢 也要多花時間陪伴家人 讓家庭更幸福美滿 因為傷罪 自己的官司 使我 拿來 以為